各位朋友大家好 不曉得大家有没有常在网络上听过一句话是说 使用相同的镜头下 APS-C可以拍得比较远 比如说用100mm的镜头 装在APS-C的上 就相当于150mm这种说法 事实上这个说法是一个错误的概念 也是错误的想法 今天我想透过实拍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只要是使用相同镜头 不论你使用全面弧主机 或者是APS-C主机 只要你使用相同的镜头 拍出来都是会一样远 并且会透过样张来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会有人认为 APS-C会拍得比较远的误会是怎么产生的 那首先呢 我现在的器材使用A7R3 搭配的是Sony的140mm的镜头 然后呢 接下来的样张 我都会固定我的脚架 固定我的镜头 然后会切换不同的机身 来实拍给大家看 我会先拍两张样张 第一张样张是使用A7R3 使用它完整的片幅来拍第一张照片 第二张样张 会设定成APS-C裁切格式 来拍第二张样张 第三张样张 我会使用APS-C规格的Alpha 6300 来拍第三张样张 再稍微复述下 这三张样张都是固定脚架 固定镜头的位置 固定100mm的焦段来拍摄画面 那么我们就来拍摄样张 那么我们就来拍摄样张 首先呢 我先是使用A7R3 用先拍摄第一组样张 我们接下来把相机换上我们的APS-C的A6300 来拍第三组样张 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的构图都是固定的脚架 使用固定的镜头 并且固定在100mm来拍摄 接下来我只是把我的A7R3 换下来 换上A6300 那我的脚架固定 我的镜头也是同一颗镜头 我也是使用100mm来拍摄 那我们来看看拍出来的样张结果会是如何 那样张我们都拍完了 这几张样张我们都使用固定三脚架 用的同一颗镜头 都固定在100mm来拍摄 我们第一张样张是使用A7R3 使用全部的感光元件面积来拍摄 第二张样张是使用A7R3 采取APS-C的格式 也是中间裁切的部分来拍的样张 第三张样张就是用APS-C主机α6300 来拍出来的第三张样张 那这三张样张都拍完了 我们接下来就回到电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张样张的差别 以及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认为 APS-C搭配镜头会拍得比较远的错觉 这个道理是哪里来的 我们待会见 我们现在来回到电脑上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拍的三组样片 看他们之间差别在哪里 现在画面切换到我的电脑画面 我先教出全面幅相机的A7R3 第一张的样片 这一张样片是使用A7R3 全面幅相机 而且是使用全片幅所有感光元件面积 所得到的构图 第二张样片是使用APS-C裁切 也就是全片幅仅使用中心APS-C的面积 去截取出来的照片 第三张照片是使用APS-C规格的 流ифA6300所拍出来的样片 这边我们可以发现使用全面幅相机 并且采用APS-C裁切格式所拍出来的照片 跟使用APS-Cα6300相机所拍出来的照片 基本上构图是完全一样的 为什么会完全一样呢 因为他们都是使用100mm的焦段所拍摄的 会让人家觉得说APS-C好像拍得比较远的感觉 那是因为你拿第一张照片跟第三张照片相比的话 就会觉得说第三张照片好像拍的就比较远了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些人会觉得说 使用APS-C相机接上同一颗镜头 看起来会拍的比较远的关系 可是我们可以拿第二张样片来跟第三张样片来做一个比较 第二张样片 它是APS-C裁切的 它的总化数是5168×3448 它的总化数相对于2400万的APS-C的A6300相比的话 这个2400万自然它的照片会比较细腻 解析度会比较高 那为什么会有人觉得说APS-C接在同一颗镜头 会看起来比全面幅拍的比较远呢 那是因为你相对于全面幅相机 这两张照片都是使用100mm的镜头所拍摄 脚架固定 镜头固定 胶段固定 拍出来的远近自然是都一样的 而APS-C它的感光元件面积比较小 自然它只能拍的范围 自然就会比较有限 而全面幅相机的面积比较大 它的周围所能含瓜的面积就会比较多 就会让人家觉得说APS-C好像拍的比较远 基本上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 那么如果是今天把等效焦距的观念放进来的话 如果我想要拍到跟样片2一样的效果 那全面幅用多少mm的焦段才能拍出一样的构图呢 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用到等效焦距的概念来换算 所以说呢 这张照片是使用A7R3使用全面幅全部的感光元件 并且搭在150mm左右的焦段所拍摄的画面 自然就会跟APS-C使用100mm所拍出来的视野是接近的 好 画面先回到我这里 所以说到这边为止 我们大概已经帮大家解释了 为什么网路上会有人说APS-C接上相同的镜头或拍的比较远 基本上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因为我固定的脚架 固定的镜头 固定的焦段 他们所拍摄的范围 也称之为叫视野的范围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APS-C的面积比较小 看起来相对于全片幅面积比较大 看起来就会比较远的意思 但是呢 用APS-C拍并不是全然没有焦点 因为APS-C大部分都会到2400万画素 它能在相同的范围内提供比较高的解析度 对于大图输出或者是裁切 依然是有帮助的 所以说下次再看到有人说APS-C会拍的比较远 基本上听到这句话 你就会知道 其实固定的焦段 不论是全片幅 或者是APS-C片幅 基本上拍的都是一样远 只要全片幅 开起APS-C低差格式 裁切中间的话 就能拍出跟APS-C主机拍出一样远的照片 只不过呢APS-C是因为它的画素比较高 密度比较高 自然在裁切或是放大输出的优势上 就会比较高一点点 好了 这边教学到这边 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解惑 下次再听到我们说APS-C拍的比较远 你就知道说这个观念 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好的 我们下次见